花蓮施工所29号的下午是在远东百货花蓮店 举办了法律联合咨询座谈会 今年是以我的将来如何自己做好安排为主题 希望能够透过实务个案的分享 并且以法律的角度 让大家更懂得为自己的将来做好安排 现场满满的民众坐在台前 仔细聆听专家讲解法律问题 这是11月29号下午 花蓮市工所在远东百货花蓮店 所举办的法律联合咨询座谈会 今年是以我的将来如何自己做好安排为主题 邀请到包括法律税务及公正事务的专家 透过多个实务案例为在座的民众解惑 那我们今天的部分是身后事的部分 还有一些财产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上面有很多的 像很多的一个大公司 当董事长过世之后 他面临到的是所有的遗产要怎么样来分配给子女 那造成了子女之间的分配上面不足 所以造成了分裂 家族的分裂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更多良善的一个法律上面的规划 让财产得到妥善的分配之后 那未来减少一些以后所发生的事情 那当然在这个主题后面 还有其他一个相关法律上面的咨询座谈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连续剧上面 常常会演到一些法律上面的问题 但是常常都是错的 造成很多的民众误性误解 然后反而把法律上面的意义曲解了 那我们希望透过正确的方式 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到法律上面真正的意义 那怎么样来善用法律上面的权利跟义务保障自己 法律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那希望也感谢市公所办了这样做 我办了一个活动 那在圆白这边 那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提升自己的法律常识 那法律常识真的对我们生活是非常的重要的 后面市长魏嘉仙表示 许多人都会说不要让自己的权益睡着了 但自己的权益到底是什么 则是需要透过专业的说明 而花莲市公所办理法律相关座谈或咨询 已经迈入第四年 希望透过专业的分享 让花莲乡亲对于法律有更多的认知 记者 许丽晴 花莲市报导 掌声响起